连续反制。 印度预购S-400玉美阻挠。 转身为其死敌做保护伞。 众所周知,印度作为国防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国家,其武器一直依赖从国外市场进口,这使得最大进口国俄罗斯从其手中赚得很满不满,当然也招致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后者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 而就在近期,印国防部再度流露出希望购买俄军S-400防空系统的强烈愿望,从而替代本国已老旧的防空武器,这使得原本在去年向印度投入了大量资金和武器生产线的美国感到被冒犯,提议在国会对印此举进行制裁。 只不过,美国的异乡情愿并没有换来印方的妥协,后者在这两天批准了一项协议,决定正式向俄罗斯逼交购买S-400的申请,如此一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大,似乎已走向难以弥合的极点。 但这还没完,就在近期美国号召西方一众盟友,对中东强国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中,除去一些死心眼的国家继续紧随其后外,包括欧盟、土耳其等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组织表示反对,并愿意与伊朗单方面合作。 这其中,印度也冲在了反对的第一线中,其中原因主要在于饮食油的进口主要依赖的就是伊朗,一旦战事爆发或者伊港口城市封闭,那么最先受打波及的也是印度奔国,无疑美此举是在拿朋友的性命开玩笑。 所以印度的多种连续反制举措,标念是与俄罗斯靠近,实际上却是实实在在地为自身利益考虑,尽管美印之前达成的军工合作让他们戒备薪稍有减少,可一旦涉及到核心问题,该有的底线一步都不会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